近期,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,越来越多的回国工作生活的同学联系到我们,告诉我们后悔当初回国太冲动了,错过了移民机会。 现在,想申请永久居民身份回到加拿大,却发现移民政策开始收紧,格选途径变少,移民难上加难。 同时,对于公签即将在2024年到期,但热切想留在加拿大工作和生活的同学们来说,毕业公签续签政策也在近期迟迟没有释放出更多利好消息。 很多同学失望之余,无奈回国,选择离开加拿大。 面对加拿大移民政策的不确定性,意义分数标高,移民政策对于职位定向抽取、公签即将到期等难题,拿到永久居民身份的希望,看似愈发的渺茫了。 难道这些朋友是真的没有机会了吗? 其实不然,手握加拿大学历,通过毕业公签累计加拿大工作经验后,再回国继续累计工作经验满一年,移民分数会有机会极大的提升, 从而通过境外递交申请顺利出现。 如果你的公签即将到期,距离目前意义抽取分数还有一定的距离,无论是你想尝试继续留在加拿大,或是考虑回国发展等待机会。 不管你的决定如何,要紧的是不要轻易放弃,寻求专业帮助,了解更多移民政策变化和个人化建议,可能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转机。 根据个人情况,我们都会帮你想出相应的对策和办法,协助你大幅提高移民时钟的分数,提升移民几率,给人生多一种选择。 刷到视频的小伙伴们,请积极联系我们,你们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评估和移民方案规划的机会。 帮助你有机会低成本,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,不要犹豫,开始行动起来吧。 您好,我这边是多资处,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? 哦,您是想咨询这方面的业务对吧?没问题,那我帮您。